说到富克技艺的味道 上海滩一定还得说到它 它可能是厨艺界最会拉大提琴的 它是这家天鹅深格的老板 Larry 土豆沙拉两个套餐 周永乐在国外生活多年 但内心里 它最怀念的仍然是儿时的上海市西餐 你这个菜啊稍微剥一下 那个白兰地那个烧菜也是蛮重要的东西 这个白兰地啊 那个辣椒酱 这个自制的辣椒酱都是挺好的 为什么我对西餐特别也喜欢呢 也是因为我奶奶就是 我们所说的聂家四小姐 常常会带我去那个 我们所说刚刚的天鹅阁 天鹅阁 据说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家住在徐汇区的恋人们的集中地 也是当时Larry的奶奶 曾国藩最小的外孙女 聂齐碧的社交场合 就是靠着记忆里老派西餐的味道 他才开了这家店 当然他印象里最深刻的还有一种食材 鸡翅 现在对年轻来说鸡翅已经是没什么值得好像一提的事情 但是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在某一个阶段是比较困难时期 吃一个鸡翅膀是比较隆重的事情 今天我们将复原Larry小时候鸡翅的味道 第一道炸鸡翅 大家先看到鸡翅膀 中翅大一点的好 首先千万不要用刀在鸡翅上划两刀 这在Larry手里是绝对不对的 我们用的是家里的小汤勺 加四分之一勺胡椒 半勺盐 然后三分之一勺辣椒粉 打一个鸡蛋清 再放两勺面粉 一勺生粉 搅拌 加一点水 继续搅拌均匀 请静置四个小时以上 那个面粉它是一个松的感觉 生粉是脆的感觉 所以你咬进去的话松脆 那就是可以这样调配 但是别忘了一定要放那个蛋清 有了蛋清它才会裹得更好 当您把边角料扔下油里 能立刻浮上来的时候 就表示这个油温可以下鸡翅炸了 大家记住 煎的时候不要翻来翻去 熟了以后慢慢翻过来一两次 就成型就好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 我的鸡翅这么里面有汁 因为没开刀 没开刀 但如何腌制入味呢 所以我建议在四个小时以上 最好是over night 放进冰箱 那么味道是渗进去 翻面两次 约三分钟就能捞出来了 不用加任何的调味料 就能够非常地多汁 而且只有汁水没有血水 是不是也馋到你了 当然对Larry来说 鸡翅的味道还带着对母亲的记忆 等于在吃饭之前总饿了嘛 那么总会吃点什么 那么我妈妈就会做点鸡翅 如果妈妈心情今天不咋的 就简单化 还有一个如果她心情好了 那就会稍微哗 哩哗哗哗哗哗哗 她靠着记忆保存下来的 妈妈牌鸡翅配方 您可看好了 这个比较复杂一点 其实也是跟她的鸡翅一样 但是呢就是去骨 其实去骨很方便的 将鸡翅两头各开一刀 然后从中间剖开 小心剃掉骨头 接下来是两个鸡翅的调味用料 首先腥耳凉粉 其实在家里也很方便 就是有几样东西 就是盐 胡椒 肉桂粉 红酒 差不多在比例在一比一的情况就可以调试 但是如果先烦的话 买一包没多少钱 加入一小撮迷迭香 半勺新二凉粉 肉桂粉少许提味 盐四分之一勺 搅拌均匀 静置四小时 虾肉也同样提前用胡椒和盐腌制 然后将鸡翅和虾肉包裹起来 下去的时候不能有滋滋响 这样就好 这个温度就可以下去了 就翻两只就行 一边是先煎翻一下 表面脆了 再翻过来 把那个肉煎熟 只要你看到那个虾尾巴开始变色的话 基本上虾肉就好了 那么基本上就成形 我可以出锅了 鸡翅的表皮可以稍微过扎一点点 抽出牙签 最后再刷上加入桂花的蜂蜜 整道鸡翅的口味会更加的丰富 如果家里有烤箱的话 最好是放进250度的那个烤温里面 大约在半分钟左右 上色就行 那就会更漂亮 这份带着老上海回忆的鸡翅 您学会了吗 另外 Larry还有几个小tips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炸出来的那个鸡翅不会有血 只会有汁水 小小的秘诀 在腌制的过程中 在四个小时腌制过程中 在两个关节上面 打一个小洞 然后四个小时以后 它里面的血水会渗着那个腌制过程流失 他说做老上海西餐 有一部分原因是爸爸的心愿 所以他对待这里就像对待自己家里一样 用心精英 很多人觉得吃西餐就会有一个紧张感觉 哎呀刀叉怎么样 其实不用这么复杂 就是我进来的时候就给人家一种印象 就是到我家来吃饭 不用紧张